現在局勢又不一樣 現在不再討論柯文哲了 柯文哲已經沒有資格讓我們討論了 柯文哲的消防是必然的 所以以前我們打他的東西其實都在發酵 發酵出來之後柯文哲他完全 完全他最強大的空軍現在已經被瓦解了 被徹底殲滅了 所以柯文哲現在說要趁現在辦活動還要在什麼 還要花錢請人來看 他已經到這個地步了 所以不談柯文哲 談柯文哲沒有意義了 重點現在應該在郭台銘 然後我們還是那句話 你收到民調現在是唯一支持侯友魚 現在唯一支持侯友魚 不要讓侯友魚掉下來 不要讓他掉下來的話 基本上要氣飽就氣不乾淨 至於郭柯必然核 我跟各位講郭柯是必然核 柯文哲這種人 他沒有什麼氣節沒有什麼骨氣 他如果名料高的話他拽著要死 他名料低的話他可以當孫子 我跟你講 柯文哲很快就當孫子 他就會跟郭台銘合 這個我認為是必然的 我認為是必然的 郭台銘有他一定的能量 柯的小紅是因為他已經被小丑化了 他被小丑化是很可怕 一個總統候選人如果他的格局被人家小丑化 必然沒有任何機會 我們講說七六就不說了 七六講過很多次了 我們講他的演唱會好不好 他以前只要開演唱會 想說這個人可能聲音還可以 還會唱歌 才有可能會想要開演唱會 結果發現他是個五音不全 方腔走板 那這樣的人會想去開演唱會 表示什麼 他沒有自己反省自己的能力 他甚至覺得自己唱得很好聽 就很像我們 我們周圍那些老人家 六七十六七八十歲的老人家 很喜歡表現 但其實他五音不全 這個我們在社會上常看到 但是如果你一個選總統的人 連自己的 自己的 聲音到底怎麼樣自己都不知道 這一點自知之明都沒有的人 他真的沒有資格選總統 所以他被人家小丑化 你沒有開演唱會 我還不知道你有這麼小丑 開演唱會我就知道 靠呀你這個聲音能聽嗎 你聲音能聽嗎 你無音不全 這個就表示什麼 表示他的那個形象已經回不去了 你不出來 你雖然這個演唱會 你是募款沒有錯 但是你總是要 找一個自己還比較相對 比較在行的事情來做 你用這個事情 比如說 我自認我唱歌還可以 我自認我唱歌還可以 但是什麼上一次唱歌 唱到必須了 我就發現說真的年紀大 年紀大 不會活量慢慢不夠 聲音因為我抽煙 我最近抽煙抽得很凶 所以喉嚨也覺得有點煙酒嗓 所以唱歌唱到流口 因為我們自己會聽 唱完之後會再回話 那怎麼差這麼多 難道你塔山真的老了 老了不能唱歌了 你知道我現在做了什麼事嗎 我從那天到現在 我戒煙了 我從那天開始戒煙 我能不能持續 我不知道 但是我就是因為我這個聲音 變成了 讓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漏氣 我自己覺得很丟臉 你知道嗎 所以我從那天開始到現在戒煙 到目前為止 戒煙還是成功的 到目前為止 我還沒有被破功 雖然有跟朋友在一起 他把抽煙 遞煙給我 我還是拒絕了 我很不容易可以拒絕掉 慢慢的 我就覺得說 我講這個什麼意思 但他有自知之明 我認為我的聲音是不錯的 只是因為年紀大腦 你發火力量不夠 第二我抽煙的 煙酒嗓不好聽 所以我要把煙戒掉 因為我覺得很浪費 好不好 這個至少是你對自己的認識 如果連我們柯文哲先生 都不知道原來自己的聲音 從頭到尾就是個笑話的話 你敢選這樣 你當總統 要嚇死人 要嚇死人 你自己的東西都看不懂 他能做什麼